2021年9月8号 大家好,我是秋秋 在上个星期四 也就是2021年的9月2号 星期四的晚上 五点多钟的时候 彭利牧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秋秋 你要出大事了 神跟他讲我要出大事了 我当时就很紧张 我说牧师,我要出什么事了 牧师说,你真的要听吗 我说要啊,当然要听了 然后牧师就说 神跟他说,所有的数字货币和股票都崩掉了 然后牧师就问我是不是有买数字货币 我说有啊 牧师说你赶快,通通全部都给卖掉 好,然后我放掉牧师的电话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就把所有的资产全部都给卖掉 总共有十几万吧 十几万的资产全部给变现掉 那我变现掉之后呢 我没有办法即刻提现 因为我很久没有操作账户 我已经把我的密码通通都给忘掉了 所以它是禁止提现的状态 等过了24小时之后 等于说我到了第三天时间 我才把它变现出来 我才把它变现出来吧 变现到手上 那如果说我当时没有听从 就是神借着彭利牧师的这个警告来说的话 也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才看到一条就是新闻崩出来 就是说那个数字货币 那个币王嘛 比特币一直在跌 直线下跌 一直跌到晚上 我听说是跌了一万美金 我当时我就觉得 好震惊了 有点吓傻掉了 因为我这个资产放在里面很久了 然后 然后不是说 不是说这十几万 通通都是我的 里面 我只有一部分 只有几万块钱的 如果说我没有听从神的指示 神借着彭利牧师的这个先知 指示 骑士马上去做的话 我就被套牢在里面了 等于说我还会欠债 我还会欠债 不但欠债 包括连我自己的那个小小的 那几万块钱的那个 几万块钱的小资本 我都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掉了 我才知道说 数字货币也是一个不合法的 所以非常感谢神 也谢谢 普林牧师 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警告 这样的报警 使到我顺利的逃脱这个 币灾 顺利的逃脱这个数字货币的崩盘 感谢神 所以现在来为这个来做见证 感谢神